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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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高考失利后 我决定参军入伍 重塑一个新的自己 许三多是我的偶像 特种兵是我的梦想 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成为他 当梦想成为现实后 我却发现梦想的另一面 是残酷 在这里 与我为伍的是 原科而高难度的魔鬼训练 摔倒 疼痛 重压 他们无休止的在我生活里反复 每当我迷茫时 也总会想起对初依然入伍的那个选择 你不要小瞧我 不要轻看我 想在我身上找到半土而废四个字 不可能 我的字典里 没有如果 只有现代 我知道 机会往往藏在令人未屈的无奈 他在黑暗中向我微笑 我要拥抱他 把他变成美好的未来 我是丁耀文 请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要开展一次小比武 比武的目的 就是要看一看 我们训练的成绩怎么样 大家看 这两个轮胎 就是惩罚的内容 出来的地方 要靠这轮胎 近一百米冲刺 你们信心在第一 要 这么好了没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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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耀文的老家在山东省海洋市 他从小在父母的庇护下顺风顺水的成长 19岁那年 京耀文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败 在2010年高考中发挥市场 没能考上理想大学 心里很迷茫 当时很喜欢许三多 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 于是来参军入伍 2010年12月 京耀文如愿接到了入伍通知 在兴奋紧张的同时 他也面临着19年以来 第一次和家人漫长的分笔 大家能不能知道 我是一个独生子 家里救我一个孩子 当时爸妈送我到车站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眼睛 我的眼睛都比较湿润 当时没敢看他们 从山东到重庆 从失利的考生到梦想中的士兵 京耀文实现了他人生角色的转换 初入军营 生活鲜亮而充满光芒 他向湖满风的帆船 恨不得立刻出发 来一场畅快淋漓的航行 新兵夏连时 我问班长 全城哪个连队训练内容最多 标准最高 班长告诉我说景真连 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争取这个机会 进入景真连 尽管京耀文信心满满的 给自己上进了发条 可是刚开始入伍后的体能训练 他就彻底的傻了眼 刚下连队 搞体能的时候 发现高估了自己 之前自己生命体育生 下肢量比较好 上肢量比较欠缺 怕苦怕难 就不要来当兵 京耀文知道自己的弱点 就在新兵训练场上 开始了针对性的练习 为了强化自己的上肢力量 京耀文的双手磨出了鞋炮 从训练场上下来后 也经常因为肌肉酸疼 无法入睡 可是他的进步 却并不明显 郑塔兵很多科目 都需要上肢力量 比如说那个郑塔兵障碍 还有攀登 但是我那个东西比较落后 这是科目 班长和连长也经常说我 京耀文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批评 当初入伍式的激情 早已烟消云散 他甚至时常怀疑 这样坚持下去 还有没有意义 但是一定想打退伤鼓 不想对不得对 扯退是件很容易的事 如果半途而非 就等于给别人第二次 瞧不起自己的机会 挣扎 犹豫 彷徨之后 京耀文给出的选择就是 再找方法 再加强度 别人跑三千米 我就跑五千米 反正是比别人多 别人做三十个佛生 我就做五十个 凭着这一股子韧劲 仅仅三个月 京耀文在连队的综合成绩 就发生了变化 从倒数到名列前茅 新兵考核时 他取得了全优的好成绩 因为成绩突出 京耀文被选到了全团最优秀 全面素食要求最高的连队 景真连 这一次 他终于赢得了机会 拿到了梦想的入场权 好几晚上都没睡好觉 感觉自己终于成为特种兵 感觉特别威风 从高考失利的考生 到意气风发的侦察兵 京耀文逐渐明白 他只有把自己摔打在训练场上 一次次向自己的极限挑战 他才可以做到 那个真正赢得机会的人 2011年 京耀文在施侦察兵集训比武中 获得五公里个人第一名 全副武装应用盘登 武装求度个人第二名 并被评为优秀士兵 在跨入侦察兵的行列之后 他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在赢得千载难逢的机会之后 他是否能冲出一条血路 在面临淘汰的境遇之时 他能否点亮希望之光 面对考验他该如何选择 面对机会他又该如何把握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京耀文给我一个机会 京耀文认为所有的机会 都在一场接一场的磨练和考验里 只有不断的拼搏才能赢得想要的生活 在连队里 京耀文最初的山东妹子称呼不见了 因为她既当学员又当教员 参与了团警棍盾牌操 补服技术基础动作的教学片录制 被官兵们称作了全能战士 从摆政心态的实力考生 到军营里显露锋芒的侦察兵 京耀文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成绩 因为他必须要及时将自己归零 来争取新的机会 哪怕全身世上 都要给自己的军营生活 叫上一份满意的大卷 很快京耀文等来了一个机会 但一切能如他所愿吗 2013年 是京耀文入伍的第三个年头 虽然成绩单上已经写满大小荣誉 但是他总觉得还有股劲头没有使出来 就在这时 精英2013国际侦察兵比武 拉开了帷幕 这次参加精英2013国际侦察兵比武 是我军特种兵与外军交流的一个平台 也是充分展示我军特种兵的一个平台 要想拿下这次国际比武的入场券 首先就要通过集训选拔 当我寄到集训的通知后 我第一时间想到是京耀文 那是正值2013年的春节 京耀文刚刚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 还没有来得及嘘寒问暖 就接到了部队打来的电话 那是我入三年来第一次休假 刚到家两天 连长就打电话给我 说是要参加比武集训 他今次数日比较切勉 在平时的行列过程中 能与一个要求自己 如果他能参加这次侦察兵比武 我感到他有很大的机会 为了这个机会 我连夜返回部队参加集训 快点快点 动作快点 国际特种兵比武 一直被称为是汉卫军企荣誉之战 京耀文明白 要想走向国际的赛场 首先就要在集训中经收得住考验 大家可能看过冲出亚马逊这部电影 里面描述的侦察兵清洁和残酷 这次我都遇上了 这一次的侦察兵比武集训 又被称为西南利润 客目之多 强度之大 要求之高 无论哪个方面 都是对体能和意志的极大考验 就连20公里武装越野 也仅仅是早操的热身训练 集训队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 晚上10点钟熄灯 整整5个月时间里 除了吃饭睡觉 都是训练 训练内容既有考验灵敏和精准的手枪步枪综合射击 也有考验心理素质的直升机滑降和锁降 更少不了考验体能和意志的 5500米侦察兵障碍和野外生存 对于京耀文和所有参加集训的队员们 训练就是实战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迎接挑战 那次集训是我当兵12年以来 最具有挑战性最苦最累的一次集训 这一天天训练下来浑身都是伤 最严重就是膝盖积水 走路都没法走 那段时间 京耀文做的最多的就是咬紧哑关 用更大强度的训练来麻痹疼痛 不仅如此 他还要在正常的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量 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期待已久的机会 在我们集训队里一共有36人 京耀文在我们队里一开始并不出众 也并不显眼 但是经过两次考核以后 人民开始注意到他了 凭借个人努力 京耀文在集训队中小有名气 可是也正是因为这点名气 让他狠狠的在战友们面前栽了跟斗 我印象中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设计课 当时我感觉自己的水平还是比他们其他队还要好点 当时一个弹夹是应该放在那个弹袋里 我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我是手上拿去 京耀文自认为是射击的好手 便忽略了训练场上的章法随意起来 而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集训组长看在眼里 包括不按战斗着装要求 丢三纳四 射击把握不了节奏 老想到去抢时间 不顾命中率 这样会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那一次京耀文差点被红牌发下 训练结束后集训组长为了惩罚他的自满 让他跟着车队跑回了营区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当时京耀文在训练的时候有点自满情绪 带来的就是在训练场上作风不够严谨 所以要对他进行一些适当的教育 惩罚 当时还是比较气愤 因为射击水平还是可以嘛 感觉还挺没面子的 京耀文一边收拾心情 一边继续训练备战 可是射击风波干过 他又遭遇了更为难堪的局面 千里横跃是我心中最难过的一道坎 别说就要爬了 就要看一眼我心里都害怕 每次爬到中间 绳子又晃脑袋又晕 经常在上面掉下来 在无数次失败后 那根绳索就成为了束缚金耀文的紧箍症 他只要一想起来就怕得浑身发抖 往前走 注意 轻盈横跃是对人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意志力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科目 同时所有参赛科目当中 就这个科目是金耀文最弱的一个项目 因为训练手掌磨破了 衣服磨破了 可是这一关下他仍然没过去 到时候我们前面已经准备很充分了 我所有科目都在排在前面 只有这个战场病障 一直是一道难题 金耀文 你看前面还有十名 坚持 这一关如果不能逾越 其他科目即便再优秀 也不能获得竞技资格 金耀文再一次面临 红盘罚下的尴尬 记得有一次我们召开狗干会议 队长曾经这样说 金耀文如果这一次你再通过不了 那么就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当时我们为他捏了一把汗 面对教学组长的最后通牒 金耀文在心里狠狠的踢了自己一脚 他告诫自己要么赢要么死 当时我这样跟他说 你要想战胜这个科目 唯一的办法就是反复力 几乎六到八个小时都趴在这根绳子上 当时连长为了减少我的心理压力 往我身下放了一块钢板 他能减少那种摩擦力 让我能够比较顺利的通过 几次下来我就觉得牵引横跃 没那么可怕了 最终金耀文战胜了牵引横跃 为自己迎合了2013年 国际侦察兵比武大赛的资格 右脚的针链 然后左手的 左手用力去划 加油 冰英2013 国际侦察兵比武设定实战背景 五天四夜六个阶段 二十一个科目 七个国家 十二支参赛队 我记得突出开辟雷场 这个环节呢 让我记忆忧心 雷场距离是六十米 有三十多个雷 刚通过第三个雷的时候 我不小心碰到了半线 当时我心都凉了 按照比赛规定 金耀文出雷后 战友要负责背着他和所有装备 走完剩下的路 说实话 当时心里面压力确实比较大 下面要怕踩到压发来 你要跟他前面一个人的脚步锁 然后上面有半米多个的半线 你要跨过去 金耀文和装备的重量加起来 有一百公斤重 看着战友背着自己 每走一步的艰难 金耀文感到时间都停止了 当时我趴在战友的后背上 那条路虽然只有六十米 但是我们走了八十多分钟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那次经历让他懂得 成功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奋战 凭借着集体的力量 中国代表队在这次国际侦察兵比武中 赢得了二十一个科目中的十六项第一 金耀文也因表现出色 永利一等功 153年来呢 我感觉很有意思的变化就是 我以前的偶像是许丹多 但是现在感觉心里没这个偶像了 反而身边的战友让我越来越佩服 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偶像的影子 金耀文说 不断的寻找机会突破自我 那是他的人生态度 为了练就更好的自己 他已经打包好以往的荣誉 开始寻找新的挑战 机会往往藏在恋人畏惧的磨难里 采访结束后 金耀文告诉我们说 回想军营的时光 他认为最有成就感的日子 就是那段没日没夜 为比赛备战的日子 也终于明白了痛病快乐的滋味 在下一个挑战来临之前 他决心要一直保持集训队的状态和精神 做一名有血性的兵 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在拼搏中寻找机会 他准备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去认识 外号文凤凰的杨根思联指导员文海蒂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你也许见过霸道总裁范的他 铁血教官范的他 或者墨上公子范的他 但你一定没有见过作为神枪手的他 足球小子的他 还有钢琴王子的他 每一面都闪耀迷人 每一面都充满惊喜 剧女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闻海地多面闻凤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